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设置它的样式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选择它具体的了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少写很多重复的代码 我们看一下效果是不是就先出来了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之外呢 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去设置这个样式 什么办法 动态设置 这个我们该去掉 因为已经没有这个了 还有一种办法 我们动态的去设置它这个样式 比方说 我们find 就拿我们的txt view来说吧 find view ID 直接这样子 set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 跟样式相关的一些设置 或者看一下我们的view里面有没有 方法太多了 我们去查一下 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一些通过动态代码来进行样式的这样一些设定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本身的某一个对象 某一个元素好像 看一下 没有set style 没有set style 没有直接的这个set style 没有直接就某一个对象没有这样的set style 但是我们的activity和application有set SIM这样一个属性 到这种方法也是可以去用它的 ok 这个就是我们样式的这样一个计程关系了 就大家了解一下吧 这块 后面我们在真正的项目中还要多去思考 那么思考一下我们这个效果优先级 其实这个我们已经演练出来了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style文件里面的这样就在我们layout文件里面去设定的这个样式 它的优先级是要高于我们在activity在manifest的这个文件里面去设置这个优先级 我们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 如果说我们在一个项目中 大家想象一下我们在做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的话 我们在用这个样式的时候 我肯定会干嘛呢 一般会两种情况 布局会给它建一个这个样式 还有就是它里面的具体的某些元素的这个 本身的这个大小和颜色我们会给它建一个样式 两块样式 而这两个样式我们希望给它定在一个文件里面 对吧 但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小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简简单单只是通过这个文件 我是不是不能区分出它 它是第几个呀 第几个view的这样一个样式对不对 像我们那个里面 我们在做那个工作的时候 在做web2.0的开发的时候 我们通过这个点 就表示它是class 是一类 我们可以给一类的button都给它设置成一个class 然后让这一类的button 它的背景色都是红色 对不对 通过这个还可以去指定它的ID 某一个ID的这样一个view 给它去设定它的样式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是不是更爽 但是很遗憾 在Android里面不支持 不得不说这是它设计上的一个缺陷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就是说什么呢 比方说你这个是一类的 很遗憾 你就得把那一类的五个button 全部都给它们指定上 它的style是这个 如果你这个是某一个的 然后你也你就去 也得找到那一个button 给它指定上它的style是这个 所以这样是挺麻烦的 所以但是你只能换位思考了 因为只能这样想想了 因为像我们目前Android这块的话 它不像我们CSS那块那么灵活 也许以后会加的 但是从目前来看还是达不到 不过换而言之 其实我们在做Web2的零 CSS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我们在标签上头 也加了一些元素 对不对 每一个它是哪一类的 我们也要加上它是个class等于什么 所以跟我们这去写是一样的 只不过要多写一点 就是多写很多重复值 对不对 OK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样式的一个简单介绍 在这里我们又花大量的时间 跟大家去举一个商业例子 那么以后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我们尽可能的把你要第一样式的 全部都通过样式定义出来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里面的元素的属性 这种界面属性定义的越少越好 这样子我们到时候在进行换夫的时候 就比较就比较轻松了 我们在进行换夫的时候 我们在进行换夫的时候 就只需要干嘛呢 只需要在activity或者application的时候 我们在这动态的去切换一下 它的这个这个主题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能达到一个换夫的一个效果 OK样式 我们大概说了一些 另外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在我们values的时候 我们可以建很多各种各样的values的目录 你比方说 我们在这儿 我再新建个values 这儿values 我给它定义一个叫V11 V11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 我当时在这里面定义到的这些样式 就必须要在11以上的版本 也就3.0的以上的版本来用 我们还这样是不是还可以加语言 什么EN啊 什么就English 对不对 所以这一块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换夫的时候 跟我们国籍 跟我们的硬件设备 跟我们的屏幕大小 跟我们的Android的运行版本 可以定义不同的 就好像我们当时在那个 什么高分中分低分里面 定义不同的 我们的Joyable 是一样的道理 对不对 那么这个是在哪里去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我们的样式里面 关于这个的文件夹 是在 我们在这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内容 就是像什么 MCC啊 就是MCC310啊 这是不同的国家代码 看到没有 不同的国家代码 这是不同的语言的后缀 然后 这是不同的分辨率的这样一个后缀 这是屏幕大小的这样一个后缀 我们还可以有版本上的一个后缀 第几个版本上面的 那么他们呈现出来的直接效果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原代码里面的 大家可以看 做也好 做Abo也好 肉也好 Values也好 看没有 就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后缀 语言后缀 卡拿大的呀 就是比方说加拿大里面具体的 更详细的呀 就好像我们简 我们中文还分中文简体 和中文繁体 这样的一些 这是国家代码 它不同的Values的这样一些应用 所以这个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行了 如果你的系统真的要考虑的很全面的话 这些内容不要考虑进去 那一般情况下 我们不会考虑这么多 顶多就加一个多语言就行了 所以不同的语言的时候 我们也要去适应不同的这样的一个 Stream啊 和我们的这个Style啊 甚至于其他的内容 对不对 好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好 关于样式 我们就先讲这么多 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好 我们继续讲我们的开发自定义组件这一块 那么我简单来说一下 因为自定义组件 我们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基础了 说白了 开发自定义组件 和我们之前去研究组件 是不是都是都要遵循一个二加一原则 我们想象一下 第一步 是成自定义组件的呈现 加布局 然后是他的事件的一个实现 对不对 那么 呈现的时候 是怎么来呈现呢 是不是靠我们两个方法 一个叫on mesure 这个onmesure是用来度量我们当前屏幕大小的啊 就是说白了 就是到处摆布局用的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呢 on draw 用我们的画布去给它画出来 对不对 这我们以前都已经演练很多次了 我就不多讲了 事件也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什么set一个listener 我们设置监听程序 对不对 还有一种我说的是什么回调 对不对 你怎么样处理这个回调函数这个问题 那么好 关于这个呈现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待会我花点时间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事件就可以了 大家就知道怎么样去定义了 那么把这个定义好了过后 我们再讲一下怎么样去使用它 我们是不是就学会了 好 就这么简单 那在这里我们的android里面的组件分为哪些类型呢 自定义组件分为两种 事实上不光是android的 donate也好 接推议也好 自定义组件都分这两种 一种叫什么custom customize the component 表示是什么自定义组件 这个自定义组件 说白了 就是当前的这个组件功能 你觉得不够完善 你想在里面再加入其他的一些功能 或者再加入一些其他的这种显现的 就呈现的复杂界面 我们就会用到他 一般这个组件的写法就是什么呢 会去继承 继承我们的一个view 去增加更多的属性和事件 这是我们的这种 说白了 它是往深层次去扩展 对不对 所以呢 它是一个纵向的 纵向扩展 大家想象一下 说白了 我们自定义组件 不就是为了扩展吗 那么第二类 叫复合空间 复合空间 它是什么呢 我们是用来继承一个viewgroup 去干嘛呢 把多个空间 就是简单空间 通过布局 拼成 拼装 拼装 一个复杂 复合空间 比方说 我们用多个简单的空间 什么textview和edit text 我们拼成一个登录框 这个登录框 我们就给它写成一个 叫登录空间 可不可以 对吧 这个就是空间图 老说白了 它就是一个横向扩展 这就是我们的这两块 两类 所以以后要有 有意识的把它们 看得很清楚 什么时候我们去用 第一类 什么时候用第二类 当我们觉得当前某一个空间功能不够的时候 我们用第一类 当我们希望干嘛呢 用一堆空间拼成一组 也有逻辑的时候 我们用第二类 对吧 很有意思啊 那么说白了 我们在自定义的时候 怎么去自定义呢 第一步 先选择继承类 如果是这个的话 你肯定是选择一个view了 比方说我现在要完善textview 你就继承于textview 对吧 那么 如果是 如果是我们的 这个 复合空间 我们就继承于viewgroup 你当然也可以基于某些viewgroup 比方linear layout 来写 对不对 然后往里面去添加紫元素 就这样子 然后是类的初始化 主要是初始哪些内容 新增属性 和新增属性的这个初置设定 比方待会我们看一下 那么 再一次就去重载一些方法 像undra 这些方法 你可以去重新画它 mesh可以去重新去 去 去 监测一下这个屏幕大小 度量一下屏幕大小 重新再去 改变一些它layout的属性 然后就去实现我们的这些事件 事件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我们的监听器 一种是我们的 重载来数 那么这个事件里头 我又用到了我们一个设计模式 叫什么 还记得吧 我讲过的 观察者模式 那么现在我来给大家做一个例子 我就做一个简单的演练 让大家感受一下就好了 我写一个新的button 让它继承成一个button 我叫3dicombat 按做 就先定一个on做吧 添加它的一个构造 我添加几个 我添加它这个带属性的 就拿这个button来说 在这个button的时候呢 我希望去给它画一个什么呢 去画一个很小很小的这样子 在大概左边这个位置 画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图标 我们这个还记得怎么画吗 Canvas 我当然先定一个画笔 pand 叫set set一个color吧 叫red 做一下 我们直接给它定一个 好像还重担一个有直接四个方位值的啊 左边我看给它一些留留白的这些位置吧 左边五个 上面五个 然后这个是25 这个也是25 这个是简单的画一下 但是你真的要把它度量好 因为我们想象一下 这个空间到时候 它这个button 它本身是不是有默认大小的 那你这个要画的位置 相对默认大小的位置 你是不是要度量啊 可以用on measure 这个方法去度量 好 那我们现在 这个定义好了 这个定义好了 过后 我们当然还可以给它去附加一些属性 对不对 这个附加属性这个比较简单 我就不去说了吧 那重要的是比方说 当然这个附加属性 我们完全就可以用什么呢 就可以用颜色 颜色的这个属性 把这个东西给替换掉 我就